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有网友发起募捐要送时代力量党工陈慧婷去北京,但全亲自证实自己目前被中方禁止入境。 同党立委徐永明对此表示,募款活动纯属自拍,习大帝根本不敢让陈慧婷入境。 徐永明经16日在脸书指出,自己作为时代力量党团总召集人,衷心希望能够见到陈慧婷前往中国讲道,让即将登基的中国准皇帝习近平能够了解我国相当珍惜,重视民主与法治素养,且向习强调绝不接受独裁统治的决心。 徐永明提到,自己并不担心陈慧婷的经济能力不允许他前往中国,也不犹豫他会如同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般被中国当局抓去监禁,而是担心习大帝根本不敢让陈慧婷入境,如此会辜负募款民众的一番名义,反倒让大家如同中国记者翻白眼。 徐永明脸书全文